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围绕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啊 戏剧性的变化 那这段时间以来呢,俄罗斯就大兵压境 有上十万的军队就部署在乌克兰的边境 那白俄罗斯呢,也加入进来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呢,就举行这个联合军演 这回的军演呢,是从12号到19号 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结束 那这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一直都在渲染说呢 这个战争要打了,战争要打了 美国要入侵乌克兰,制造了很多的紧张的气氛 然后呢,不知道美国是使的一个什么招 就让那些企业家呢,都从乌克兰撤走了 说是每一天乌克兰都会有20架包机离开乌克兰 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富人就离开了乌克兰 那美国呢,还亲自做出来决定 在11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拜登啊 美国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啊 还有他在外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啊 都一口同声的就是说呢 美国是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说这个普京啊,已经给他部队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就让美国的情报机构给截获了 信誓旦旦呢,就是说了 说是从现在开始分分钟都有可能会入侵乌克兰 然后说呢,让他们的民众说 你们要在从现在开始24小时之内 或者48小时之内 必须要从这个乌克兰撤出来 否则的话呢,后果会非常严重 16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就是一个行动的大日子 16号这一天呢,就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了 到那时候呢,俄罗斯会先是用导弹啊 火箭弹啊等等这种能够远程轰炸的这个东西 还有那个轰炸机都来进行这种饱和的轰炸 轰炸完了以后呢,在这个轰炸的掩护之下 那他的大部队十几万二十万的这个军队呢 就进入这个乌克兰 就会把乌克兰的整个都占领了 那到那个时候呢,美国可不会再派出来撤侨的军队 因为呢,如果那样的话会被俄罗斯给打了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如果有个交火的话,这就是世界大战了 所以呢,美国是不会那么做的 所以希望呢,大家马上就撤出来 结果呢,也没有人听他们的 没有人听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乌克兰就说了 说我们这呢,是一片的太平景象 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你说你有情报 你能不能把这情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你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的证据吗? 但是呢,美国又拿不出证据了 那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就是说呢 我请你拜登啊,你们不要再造谣了 不要再造谣获众了 因为呢,你知道这种紧张气氛呢 使得我们乌克兰的经济是大受损失 那些资本都走了呀 这么乱的一个地方 对吧,那些资本人家谁会在这个地方投资 人家都撤资了呀 对我们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呢,我现在请你拜登 你本人到我们乌克兰来走一走 只要你进入我们乌克兰来走一走呢 就会起到非常大的效果 那这个谣言呢,就不攻自破了 人们就知道呢,我们这个乌克兰地区呢 还是稳定的,还是和平的 那些资本就还会再回来 但是美国是不听的呀 美国还鼓痛他的这个盟友也去撤 那别人就没有听的 像法国德国,他们就都不听 但是呢,有一个铁杆听了呀 就是英国,还有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 这些无业联盟 他们的近亲属是听的 是来呼应他的 是来响应美国的 他们呢,是做了撤侨 他们呢,撤侨,那些侨也不听他们的 但是呢,大使馆就撤了 那大使馆撤完了以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 那那些桥都不撤,怎么办呢 后来美国呢,又找了一个借口 说,哎,我就在边境的地方 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地方 紧挨着边境,可能也就是几十里地儿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又找了一个建筑 说是把大使馆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了 好,这就是之前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 积极地从中间来斡旋 尤其是德国 还真提出来了一些建设性的 一些根本性的,核心性的建议 比如说这核心的争议呢 就是乌克兰呢,现在就成了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唯一的一个缓冲地带 唯一的缓冲地带 那在西方,在乌克兰 煽动那个颜色革命之前呢 也就2014年之前呢 就还好了 因为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呢 关系是友好的 没有敌对 但是在那个颜色革命之后呢 乌克兰的政权就发生了颜色的改变 那新的政府上来以后呢 马上就和俄罗斯切割 然后呢就走向美国和欧洲 就成了亲美亲欧 并且呢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种反额呢 达到了一个极点 就是呢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也要在北约的保护之下 并且呢还把这个请求 把这个意向 写到了他的宪法里面 那在2021年的年初 拜登上台之后 过了大约那么半年的时间 乌克兰的总统呢 就到美国去访问 就要求美国允许他加入北约 那你这样一来 俄罗斯他就看到了这个威胁太大了 眼瞅着这个中间的缓冲地带 就要失去了呀 所以俄罗斯就提出来说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绝对不能再把乌克兰 纳入北约里面 现在呢核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嘛 美国呢说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这个核心问题 他坚决不答应 引起来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引起了俄罗斯 把那么多的军力部署到边境 来给北约以及美国压力的这件事情 他甩开他不管 你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 所以呢像德国 他就抓住了这个根本 德国呢在出面斡旋之前 放风就说 说希望乌克兰呢能够放弃加入北约的要求 你起码要把这件事要搁置十年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说实在的还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呢 德国在这段时间以来 新政府上台以后又发生了俄乌危机的这件事情 那美国呢就宣布说呢 我们虽然不会派军队进入乌克兰 绝对不出兵 我们也不会卖给他杀伤性的武器 如果说我们卖给他 和这个战争有关的呢 就是卖了一批头盔给他 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这个乌克兰 说实在的挺不满的 那这个整个的欧美的阵营里面呢 就对德国的新政府 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他的立场到底会不会轻额 就产生了一个怀疑 这个怀疑呢也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德国新上任的这个总理呢 他叫朔尔茨 我们给他翻译成的名字中文就叫朔尔茨 打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政治的热血青年吧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说实在那会儿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左倾的 他是偏向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据说呢 他把马克思主义呢 都研究了一个头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派 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准确的说呢 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刚才说的 马克思主义者呢 不一定 但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那他的这个理念 和谁比较契合呢 他这个理念呢 就和默克尔之前 法国的那个总理 他叫施罗德 那施罗德当总理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党的啊 那这个朔尔茨呢 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政治家 他曾经是当了挺长时间的那个汉堡市的市长 请注意这个汉堡市在德国 他是一个直辖市 就跟中国的上海似的 在德国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 如果当汉堡市的市长的话 就相当于于在中国当上海市市长 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家 那施罗德当时是非常欣赏他的 曾经呢 让他就在政府里面任职 非常非常的重有他 非常非常的欣赏他 那这个施罗德呢 大家可能呢 不太熟悉 但是年龄大的人呢 没准会知道他 施罗德他执政期间呢 他也是德国的一个独树一帜的 比较有自己立场的一个政治家 那他上台之后呢 正好赶上是伊拉克战争 他是坚决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 旗帜鲜明的反对 这个反对呢 是那种坚决坚决坚决的反对的 到了他也没有参与伊拉克战争 没有提供任何的武器 任何的支援吧 包括语言方面的都没有 那他在执政期间呢 立场呢 就偏向于俄罗斯和中国 起码呢 从贸易方面 他主张和这两个国家呢 可以合作 尤其是中国 是他打开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合作 在他的任期之内 中国成了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呢 至今都是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就是这个施罗德的功务 就是他的功务 那他呢 就很欣赏这个朔尔茨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朔尔茨现在 他的伯乐 这个施罗德呀 被称为是朔尔茨的伯乐 是因为他很欣赏他 把他给提拔起来的 那这个朔尔茨现在我们看到呢 他身上就有施罗德的影子 他现在呢 就非常反对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真的反对 并不是拜登那种 嘴上喊着反对 实际上又做一些煽动的那种事 他这种煽动 说实在的全世界都看出来了 最主要最主要 就是这个苦主乌克兰 对吧 乌克兰就是明白着 好几次他这个总统就公开喊话 说你不要煽动这种不稳定 这里面没有不稳定 好 但是呢 德国这个确确实实的 他就是 他不希望战争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西方阵营呢 就出现了 哎 你朔尔茨 你站哪边的呀 你是不是想和你的那个伯乐一样 想占俄罗斯 想占中国的立场啊 对他呢 就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这是为什么 在前两天的时候呢 他就跑去了美国 去见美国总统拜登 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以后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一件事呢 当人们问到他 关于北溪二号的时候呢 他就翻白眼 他为什么翻白眼呢 他不愿意提这件事情 这就是因为北溪二号这个项目就是他的伯乐 施罗德在台的时候搞起来的一个项目 施罗德呢 甚至他还亲自来把这个所有参与北溪二号项目的这个投资方组成一个项目公司 他亲自任这个董事长 所以呢 你就看北溪二号这个项目呢 其实是他的师父 他的伯乐施罗德的一个政绩 你想想看 他的师父呢 一定不希望看到北溪二号现在的局面 那这个舒尔茨 他在北溪二号这个项目上面呢 现在我们稍稍 因为他刚上台嘛 我们还不能完全都看出他的立场来 但是呢 就从他在美国翻白眼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北溪二号这个项目呢 基本上他是偏向于站在他的师父施罗德的立场上 好 那他毕竟是西方阵营的 对不对 而且呢 他的这个政府呢 是一个组阁的政府啊 并不是他单独的一个党 是三个党组合的政府 而且其他的两个党呢 尤其是绿党是极右的一个党 极右就非常反华 所以说呢 他要向偏向于俄罗斯 偏向于中国呢 其实还是挺难的 肯定有各种的掣肘 但是呢 他就出来调停 他这样一调停 那乌克兰呢 还有俄罗斯啊 全都松口了 全都松口了 是不是 那乌克兰就提出来了 昨天他们就提出来了 说今天是15号 明天是16号 按照美国说的呢 16号就是一个战争日 但是呢 我现在有一个提议 我就提议呢 我们把16号呢 作为一个团结日 那同时呢 俄罗斯提出来什么呢 俄罗斯呢 就在15号宣布说 今天我们的军演呢 有一部分的部队呢 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军演 我们完成军演的这份部队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从这个边境撤回去 撤到他们的基地 就传出来这么一个消息 哇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美国等于说 啪啪被打脸 那俄罗斯呢 同时还提出来一个呢 这是证明什么呢 这是证明了美国 一天到晚的宣扬的 说16号这个战争日呢 他这种宣传 这种造谣呢 他就被戳穿了 就是一个谣言 然后俄罗斯呢 就把15号就定为呢 美国宣传失败日 那在今天中国的外交部 记者会上呢 还有记者就问汪文斌 关于这件事情 汪文斌再一次的说 再一次肯定了 俄罗斯的这种提法 觉得呢 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呢 不停的造谣 不停的造谣 事实胜于雄辩 对不对 事实就使得美国的这个谣言呢 不攻自破了 所以说呢 中国非常支持 俄罗斯把15号定义为 美国宣传失败日 那今天呢 是16号啊 是乌克兰的这个团结日 乌克兰呢 还真是在这一天 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 这么一个纪念日 他们所有的乌克兰的那些建筑呢 都挂上了乌克兰的国企 然后10点钟的时候 准时就奏响了乌克兰的国歌 大肆的这样庆祝 你美国不是说这是入侵日吗 今天是我们的团结日 你看看我们到处都是歌舞升平 好 现在呢 等于说 俄乌边界这个危机呢 就破解了 或者说呢 是暂告一个段落了 我认为呢 他这个问题啊 只要乌克兰不放弃 他加入北约的这种幻想 这种意愿 这个边境危机呢 永远都会是存在的 永远存在 好 现在呢 俄乌局势呢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看起来呢 要告一段落了 那美国他会甘心吗 美国肯定是不甘心的 美国现在呢 一方面就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我看到呢 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媒体 非得说 说中国呢 就是俄罗斯背后的这个主使人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中国在俄罗斯背后 所导演的之招的 还有呢 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 叫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呢 在川普还没有下台的时候呢 人送外号叫小川普 就是呢 他说话呀 办事儿啊 那种无厘头啊 就非常和川普特别的像 再加上他那一头乱蓬蓬的金发 让人呢 就说他是小川普 他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呢 他呢 因为他的那个party门事件 对吧 然后呢 他就在国会里面受到了抨击 反对党呢 就呼吁让他引咎辞职 因为你制定了防疫的政策 你带头破坏 你这叫什么首相啊 对吧 你这叫什么国家领导人啊 然后呢 那一天 就是在这个反对党 发完言以后说 让他下台 然后该他发言的时候 他突然冒了两句中文 他说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冒了两句中文 让人呢 就觉得好生奇怪 觉得为什么呀 怎么冒了两句中文呢 后来呢 我就看到有的媒体就说啊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讽刺他的反对党 他认为说反对党呢 是和中国联系紧密的 他呢 说中文就是说你们都是说中文的 是讽刺他们的 但是今天呢 特别搞笑的是什么呀 就在美国被拍拍打脸之后呢 这个Boris Johnson啊 他就发了一个微博 他在昨天的时候呢 俄罗斯宣布说部分撤军之后呢 他就发了一个微博 他有一个微博账号 这个微博账号的名字呢 就叫英国首相 用中文啊 这都是中文 然后他又用中文就发了一个帖子 一段微博 这个微博就说啊 说我们正处于悬崖的边缘 但普京总统还有时间退一步思考 我们敦促所有人参与对话 俄罗斯政府应该避免做出 对本国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决定 哎 就是他发的那个 正当这个中国人都觉得奇怪呀 他为什么用中文在微博里面 发这么一段呢 你在推特里面用英文发一段不好吗 为什么要用中文在这发一段呢 这是喊话中国领导人吗 还是说呢 就跟那个王立宏他前妻似的 就是想让中国网友来当个网络评判官呢 让中国的网民给评评理呢 是什么目的啊 哎 结果你猜怎么着 因为这里面他点名道姓呢 提到普京提到俄罗斯嘛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就坐不住了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呢 就回应了他 今天呀 早些时候 就是16号当地时间啊 北京时间16号早些时候呢 就回应了 回应了两条呢 说俄罗斯联邦没有进行任何重大军事活动 其部队驻扎在本国领土上 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如果西方真的致力于减少军事危险 那么他们应该关注乌克兰及其庇护人的行动 因为正是他们造成了这种危险 北约国家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 在该国境内继续进行军事开发的做法 是使局势升级的例证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一个回应呢 是这么写的 第一个回应说 西方对俄罗斯开展信息战的另一个例子 是唐宁街的声明 就是指这个英国首相的这个声明了 然后说 这份旨在进一步煽动其操控的 围绕所谓的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 歇斯底里情绪的声明十分荒谬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将此类西方的宣传行动称为信息恐怖主义 这是他们发的第一个回应 他们看到了英国首相在这个微博里面用中文发的 然后他们也用中文发了这么一个回应 这倒挺好的 这让中国人挺方便的 不会英文的中国人呢 也可以看 也可以回应 我看到有好多的中国人呢 就在下面回应了 很有意思的 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这个我就不能够展开讨论了 其实是很有意思 可见呢 就是中文现在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都已经成了两个第三方进行吵架的一个语言了 对不对 那英国和俄罗斯 他们两家之间 他们不用英语 他们不用俄语 他们选择用中文来进行吵架 而且呢 微博这个平台 也成了大家比较喜欢的 用来进行交流的一个平台 因为那个推特的平台呢 也有好多的骚操作 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哈 用一个老外的网红 他叫Cyrus Jensen 他叫这个名字哈 挺红的 外交部呢 曾经放过他一段视频 那个小伙子呢 他好像是不大会中文 或者中文没有那么好 他是用英文来做视频的 口才相当的好 逻辑相当的清楚 哇 那个口才啊 真的是 谁要是跟他辩论的话 肯定辩不过他 口才好生了得 然后呢 他就在推特里面 他今天呢 就发了一个推文 他说我昨天 我的一个推文呢 被删了 然后呢 我的账号还被暂停了 几个小时 他就说明了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说我那个到底是 犯了什么错呢 他说我就是 转了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呢 就是一个 我们美国的运动员 他发的一个视频 他就是说 他在北京 他感慨 北京这个冬奥会 他多好多好 他在中国 感触到了 中国这个举办冬奥会 举办的好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中国人多么友善 多么友善 他说我就是 转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为什么就给我删了 然后呢 还把我账号 给我关闭好几个小时 所以这个推特呢 可能是将来呀 越来越人们不愿意上这个推特了 现在就转战这个微博了 我看到中国人的留言呢 好像中国人呢 是很好客的 表示欢迎 用中国人吵架啊 表示欢迎 在微博里面用中国人吵架啊 表示欢迎 我这个人呢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 其实呢 我是一个挺喜欢幽默的人 有时候我说话呢 其实也挺幽默的 只不过呢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那种幽默的就激发不出来 如果我和一个比较幽默的人在一起的话呢 就相得一张 越发的幽默 所以呢 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幽默的人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是今天呀 我又要读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又是那一个坏土豆写的 我就发现 这一个坏土豆啊 他不仅仅是很聪明 很智慧 很有正义感 同时呢 他挺幽默的 所以呢 我还挺喜欢他的 今天呢 有网友又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篇文章呢 也非常好 我呢 就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他这个题目呢 其实就挺幽默的 这题目呢 是这样的 二十年内 我们能治愈韩国人 自卑而敏感的精神病吗 是不是有点逗 好 现在就开始他的正文 他说 奥运会是展示一个国家形象的最好的舞台 同时也是宣传一个国家文化的最佳时机 可是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如果你不看国旗的话呢 你会觉得东道主是不是中国呀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呢 2018年韩国举办的那个平昌冬奥会 这里面呢 有太多的中国元素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个坏土豆说 他说 如果说是中国又不太合适 因为开幕式只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大约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三吧 而且有很多的变形 中国文化的很多的精髓都没有展示出来 可以说是一届不太成功的 比如山东某县乡的庙会 展示了一部分地方文化特色 太极镇图啊 魂天仪啊 白虎猪雀青龙玄武四大神兽啊 中国传统的水墨卦呀 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元素啊 能吸引全球观众的全都是中国元素 但是呢 又做的不到位 和张艺谋的这个比一比啊 那真的是欺负韩国了 准确的来说呢 就是地方级的 低配版的运动会开幕式 不过呢 也是没办法 中国也没多说啥 否则怎么办呀 日本和韩国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 你如果让他们不拿这些出来 那就只有学日本 搞自己啊 什么什么什么创的传统文化 什么什么创的那啥 对吧 就是学中国文化呀 学歪了 走火入魔了 结合日本狭隘抑郁的本土特色 最终就成为了具备阴间特征的丧文化 哎 日本还有跟西方学的吹牛的工匠精神 和自己根深蒂固的那什么崇拜 而韩国呢 更是啥都没有 韩国只有泡菜 要知道韩国冬奥会的火炬台 就是泡菜坛子的一个造型 可见韩国人对这个有多魔症 为啥爱吃泡菜呀 因为耕种面积少得可怜呀 加上冬季漫长 所以韩国人三顿都吃泡菜 一个韩国人一年要吃35公斤的泡菜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泡菜起源于3100年前的中国商贷 在诗经中就有记载 在商书中记录了制作的方法 在三国时期传入了韩国 让韩国人大开眼界 风靡一时 且不谈历史 韩国的泡菜大部分进口于中国呀 官方资料显示 韩国2019年进口泡菜30.65万吨 是出口量的近6倍 其中99%来自中国 一年的贸易逆差约合2.6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要没有山东 棒子国泡菜都没得吃 但是中国人从来不在正式的场合说 你们的泡菜不仅源自中国 而且都是靠我们给你们做的 因为谁去喝韩国争个泡菜呀 真心丢不起这个人 这就和日本的媒体一样 变着法的黑中国 日常黑中国 中国的各种的被贴油加醋 无中生有的新闻 占据了日本海外新闻的近一半 动辄就上日本的头条 日本人对此是喜闻乐见 所以日本也是全球最讨厌中国的国家 但是在中国的媒体上 除了特殊的纪念日 或者日本政府蓄意的挑衅 关于日本的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少 因为你是个啥呀 分得上来关注你们 日本早就不是我们的参考物了好吧 但是即使如日本 这次北京冬奥会也让他们无话可说 从开幕式开始 日本媒体全程对中国是赞不绝口 日本名将更是狂晒奥运村 一方面的确是因为这次冬奥会 中国办的实在是太好了 实在是无处可黑 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啊 另外一方面 日本奥运会的 开幕式打了15分 中国打了100分 至少在网界历史上 无人可以超越吧 如果日本打了50分 中国打80分 日本一定会变着番的黑中国 但是现在这个差距 大到日本人实在没办法下嘴 而且日本开幕式搞得惨不忍睹 被全体日本人唾骂 现在实在没脸说中国搞得不好 我多说一句 日本的奥运会 整个日本都觉得丢脸 全世界都办的不好 除了海边的日吹狗 和他的粉丝们觉得很有特色之外 但是日本人不会感激海边的日吹狗 这就好像日本人做了一碗酥米饭 今日非说好吃 日本人觉得不错不错 可现代日本人捧了一坨屎 今日非说是美食 日本人只会勃然大怒 你在嘲讽谁吗 日本这次的转性夸中国 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你同桌考了60分 你考了70分 他会嫉妒你 但是你同桌考了30分 你考100分 他只会膜拜你 这个道理哪里都一样啊 中国有两个航空编队 澳大利亚说中国威胁论 中国有20个航空编队 澳大利亚会跪求保护啊 这次的冬奥会 谁都不敢说不好 韩国除外 韩国的愤怒是一种无能狂怒 从参加奥运会入驻奥运村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冬奥会有678道来自全世界的菜肴 福获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运动员的新头位 有的人狂吃200个饺子 有的人比赛还不忘记带半个豆包 有的炖炖烤鸭 韩国除外 韩国人平时哪里吃过这个呀 吃的最多的就是泡菜呀 这次终于在中国吃到了最正宗的泡菜 可惜呀 这个时候 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吃泡菜呀 吃啥不比吃泡菜好吃啊 韩国运动员不仅吃的是满嘴流油 而且被日本运动员举报 偷偷将水果区的西瓜和米瓜直接清空带走 可谓是丢进了脸面 韩国水果贵得要死啊 一个正成大小的西瓜 折合人民币150元左右 还不好吃 这和加拿大差不多 这次韩国人可是吃爽了 可是吃完抹净就开始骂街啊 韩国表示600多道菜一个都不好吃 肉太多了 太油腻了 最重要的就是韩国运动员认为 自己国家的灵魂食物泡菜并没有受到重视 而且自己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合适的泡菜 表示将要从韩国空运一些泡菜 以解决运动员自身的饮食困难问题 韩国难道不知道 自己吃的泡菜不仅发远于中国 而且就是中国做的吗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到借口的呢 因为在韩国的平昌冬奥会 韩国人准备吃的全他妈是泡菜豆腐啊 这是韩国冬奥会的饮食画风 给你看看啊 这个图 第二个图 两个图 这是中国冬奥会的饮食画风 一个图 就一个图就行了 韩国平昌冬奥会准备的东西就没法吃 很多运动员吃不好 严重影响了比赛成绩 而中国运动员是因为自己带了方便面 所以在吃的环节上幸免于难 但是韩国人说 你们为啥搞冬奥会准备680多道菜啊 泡菜那么少 对此主持人朱霞曾特地发视频 表示在中国泡菜就是一个开胃菜 如果只用泡菜来招待客人 就是对客人的不礼貌啊 而且在冬奥村之中 不是没有准备泡菜 听到中国的主持人这么说 韩国人更是勃然大怒了 你们居然说泡菜只是开胃菜 那就是看不起韩国啊 又开始在论坛上到处骂街了 这里面有骂人的我就不说了吧 我就不说了啊 我就想说 泡菜是发源中国的开胃菜 韩国人吃的泡菜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做的 要不是山东给你们供应 你们连泡菜都吃不起啊 韩国人这么说 当然是为了找借口 他们旁边的日本运动员都说了 韩国人吃的比谁都开心 比谁都多 韩国人钟情泡菜 一是因为是自己偷来的国粹 二是因为除了韩国人 谁都不能拿泡菜当主食吃 让大家都吃不好 自己的成绩不就有可能追好吗 但是又让韩国人失望了 在这次中国科技的加持下 中国的高速摄像机对赛场进行了 全程无死角的全角度监控 让韩国人的四大优势中的第二大优势 完全发挥不出来 哪四大优势 泡菜 作弊 剽窃和不要脸啊 韩国运动员每天用大量的时间训练 怎么作弊 怎么击打和伤害他国运动员 其实不是他国运动员 是所有运动员 2017年世锦赛上 韩国速华队员沈希希与崔敏静 利用各种娴熟的动作 要铲除赛场上的所有其他运动员 最后伤了眼 两个人相互铲 沈希希直接把崔敏静推出了赛道 崔敏静怒火中烧憋了一年 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谁都不铲 专门找沈希希下手 哪知道她的心里早就被沈希希知道了 上了赛场就要先下手围墙 要用手肘将崔敏静先干出去 崔敏静一不做二不去 在摔倒之前拽住沈希希的脚 来了个同归于尽 运动员参加比赛想的是夺冠拿名次 但是和韩国运动员同台竞技 尤其是到韩国比赛就不敢奢望这么多了 能够全虚全尾的回国就不容易了 轻则挨揍重则残疾啊 撞倒李金柔飞出赛道 冰刀刮伤韩家梁腹部 推散中阳导致脑震荡 下死手横切范可心 比赛失败后偷袭拳击李金柔 这都是韩国人干的事啊 当然 韩国的体育精神并非仅仅针对中国 是绝对不会放过所有人的 在韩国参加比赛 不仅仅是要比速度 还要躲避韩国人的手推 搅拌 肘肌 冰刀 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的项目中 韩国运动员将小动作发挥到了极致 推散一大片 见人就差 八人比赛最终只有两人能通过终点 只要躲过韩国运动员的黑手 准能赢 当然了 也不绝对 因为韩国还有黑伤呢 运动员莫名其妙的就犯规了 所以就有了加拿大运动员擦拭领奖台的举动 表示在韩国比赛实在太脏了 因为加拿大运动员只要和韩国比赛 就频繁的犯规 而裁判对韩国人就视而不见 如果犯规也无法让韩国运动员得奖呢 没关系 韩国裁判会直接篡改成绩啊 平差段会短到速华女子三千里接礼决赛中 韩国队员将加拿大队员推倒 最后裁判判定 毫无关联的中国队同时犯规 韩国如愿获得冠军 韩国的体育精神是世界文明的 而且到韩国当裁判 如果没有为韩国收买 也是风险非常高的工作 1988年汉城奥运会 韩国运动员在拳击比赛中投锤对手 被裁判犯规以后 结果 运动员 教练 保安 一起痛殴裁判 最终血流赛场 以后裁判都怕了 2002年 韩日世界杯 裁判被韩国威胁 加收买 全成黑手 意大利队员被各种的理由纷纷发下 韩国球员不仅12踢10 而且完全放飞自我 不踢球专踢人 最后因为腿法不行 就直接上手 在对阵意大利的关键比赛时 轴击意大利球员的头部 造成了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因此而进入了四强 韩国运动员别的不行 但犯规技巧和打击技巧 绝对是全球第一 但是很可惜 这次的动作主是中国 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增加了许多高科技元素 短道速滑管架设了 时速可以达到90公里的高清摄像机 这台叫做猎豹的高速摄像机 可以还原比赛当中的任何细节 所有运动员的任何小动作 都逃不过摄像机的拍摄 任何人都无所断行 韩国人的作弊不好使了 在比赛中 韩国运动员被纷纷发向 尤其是认为自己有优势的短道速滑 1000米半决赛 几乎全军覆没 在半决赛中韩国选手黄大线李俊锐 又开始顾及重演 抢到了第一和第二名 但是裁判经高速摄像机的录像进行研判 认定两人违规 取消了比赛成绩 无缘决赛 更无缘金牌 这次整个韩国都动了 韩国网民开始疯狂的在网络上抹黑中国 认为中国没有体育精神 嗯 这一点是因为韩国人已经习惯了 任何冰雪项目的比赛 韩国人都疯狂的使阴招 各种小动作 经过他们长时间的熏陶和训练 韩国观众早就认为这是正常的比赛了 什么 在中国比赛居然不允许推人 太不公平了 要知道在韩国我们爆炊都用上了 中国人才没有体育精神呢 韩国人可怜的自卑啊 在于他们用下三滥的手法 拿到了自己不应该拿到的东西 全体韩国国民没有任何的不适 就如同韩国选手直接上场殴打教练 全体观众起立鼓掌 2002年 他们用最肮脏的手段 搞定了众星云集的意大利队 全世界都为他们不吃 韩国人却沾沾自喜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里 最缺乏荣誉的就是韩国 而缺什么就特别在意什么 在意到变态的程度 你如果骂一个富豪是穷鬼 他绝对不和你急啊 你如果骂韩国人泡菜做的不好 他也不会和你急啊 但除此之外 你说任何事情 韩国人都会和你急 因为别的 他什么都没有 在全球历史上 韩国是最没有文化与历史沉淀的国家 在汉代时 韩国是一个郡啊 在唐朝时 是一个提督府啊 韩国几乎所有的文化 都源自于中国 文字 绘画 建筑等 无意不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 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品 到了1392年 李承贵建立王朝 为了争取大明的支持 主动成为大明的藩属国 并前使请明太祖朱元璋 裁定国号 这里重点要说的是 是韩国人的祖辈 主动找的明太祖朱元璋 大明根本看不上那地方 最后 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之下 终于成为了大明的藩属国 当然 对这一段历史 韩国人非常的敌视中国 合着朱元璋 没有拒绝他们 也是我们的错 大明 作为他们的宗主国 和今天的美国完全不一样 从来没有收割过他们 也没有想过 要让他们缴什么保护费 更是在日本妄图侵略他们的时候 多次无条件的进行保护 在中原王朝的庇护之下 韩国人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几百年 但是说到里也算是中国的错 从清代开始 中国国运不称 没有很好的保护韩国 终于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了 让韩国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悲惨历史 所以韩国走到今天 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责任 1945年 日本战败 韩国再次成为被美国保护的国家 而更惨的是 韩国坚持抵抗的金酒 被韩国政府可耻的秘密处决了 日本殖民时期的韩国伪政府 被美国保护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朴正熙这样的韩奸 更是成为了总统 继续统治韩国 而日本殖民时期的买办 也没有任何清算 继续成长 以三星为首的企业 更是成为今天 可以左右韩国命运的财阀 韩国的政商两界 都和伪政府时期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种历史从未清算 让韩国人无比尴尬 更是无言面对 韩国人动不动就反日 表现的比谁都有热情 都嗨 背后全部是韩国财阀 为了利益更大化导演的戏剧而已 而这些韩国财阀 在历史上 就是被日本扶植起来的 建国后的韩国无比的凄惨 80年代前 远远不如朝鲜 当时没有脱北者 只有脱南者 直到越南战争中后期 韩国人毕恭毕敬地帮美国人打仗 在越南搞基建 才赚到了国家发展的底统金 所以谈到韩国历史 没有任何光彩和可以值得说的地方 这就是韩国人最痛的地方 没有传统 没有文化 没有英雄 没有任何光辉时机 即使是他们可以勉强服务一下自己心灵的金酒 在中国看来也就是一个低配版的王亚乔 而且金酒最后还被韩国政府干掉 这让韩国人情何以堪呀 所以 啥都没有的韩国 看看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冷文化的中国 他们会怎么想 能不自卑吗 能不敏感吗 越自卑越敏感 越不择手段 所以特朗普动不动就说 都怪中国 完全是没事找抽 反而是韩国人可以说 都怪中国 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们 的确 要治愈韩国人敏感自卑的精神量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的中国是有责任的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大约只会嫉妒强者 跪舔亡者 只有中华民族 一直是包容开放的心态 从1840年开始 就积极的探索和学习 从来不自怨自爱 改革开放以后 更是海纳百川 学习全球的先进经验 正是因为我们的胸襟广阔 到了今天已经成了极大成者 大概20年的时间吧 我们应该就可以治好韩国的精神病了 因为最多20年 中国已经回到了历史上应该有的位置 我们说了中国有两个航母编队 澳大利亚说中国威胁论 中国有20个航母编队 澳大利亚会跪求保护 大概20年吧 中国已经到达了韩国 远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韩国再也不会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韩国人会说 我的文化都是向中国学的 我们的文化都源于中国 你敢看不起我 你还敢看不起中国吗 韩国再也不自卑了 他们会很骄傲 到时候越南日本韩国新加坡 都无比自豪的说 我们都是属于中华文化圈的 当然韩国可能想更进一步 就会回复到几百年前 那就算了 我们这样的小偷鸡肠 我们还是离远点吧 毕竟几百年前 大明都不想要 何况今天 泡菜是你们的 放心 没有人和你们招 好 这是整个的一篇文章 写的好不好 我朗读的好不好 好 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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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